哈喽大家好 任天堂在6月28日晚间举行了线上mini纸妙会 主要公布了第三方厂商的游戏信息 包括下半年游戏阵容和发布日期 以及部分即将在明年发售的游戏 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能玩到哪些游戏吧 女神异文录系列登陆Switch 从三代到五代的女神异文录都将登陆Switch 分别是女神异文录3携带版 女神异文录4黄金版 以及女神异文录5黄甲版 也就是说玩家能够一口气在Switch上 体验到女神异文录系列最为经典的三款作品了 本次复刻版将收录所有DLC 支持中文 登陆全平台 首播确定发售日期的是P5R 将在10月21日发售 而P3P和P4G还未公布发售日期 尼尔自动人行将推出Switch版 10月6日发售 支持中文 尼尔自动人行是尼尔人工生命的续作 本作是一款拥有爽快战斗系统的ARPG游戏 承袭了前作的世界观和故事 全球出货量已经达到650万套 本次推出的Switch一致版 除了会完整收录之前的追加服装和游玩模式外 还将包含Switch版专属的服装 Switch机位模式下分辨率为1080P 掌机模式下720P 都以30帧运行 卡普空公布了怪物猎人 崛起曙光资料片新怪物 以及后续更新计划 卡普空首先公布了几只将在曙光资料片中登场的怪物 包括怪猎四种首次登场的天灰龙 以及怨虎龙的特殊个体 皆怨哄天怨虎龙 这个特殊个体的婉刃更加发达 假俏更加坚硬 除此之外 还有金狮子的特殊个体 激昂金狮子 本来金狮子进入兴奋状态一段时间后 会变回黑毛形态 防止过度消耗能量 不过激昂金狮子则不会抑制兴奋状态 而是进入激昂状态 拥有更强大的破坏能力和攻击欲望 另外卡普空还公布了曙光资料片的后续免费更新路线图 8月份将带来第一弹更新 加入红莲暴玲珑和月讯笼 秋季和冬季还会有新内容更新 明年的更新也已经准备上了 洛克人EXE合集首次公开 本作收录了从洛克人EXE到洛克人EXE6 共10部作品 同时还在游戏中追加了美术图库和音乐鉴赏功能 玩家可以欣赏到超过1000张的开发资料和艺术设定图 可以聆听超过188首BGM 同时还提供高画质滤镜 让画面更加平滑 玩家也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 游戏将在2023年发售 有实体版供玩家收藏 超级炸弹人R2首次公开 2023年发售 本作是超级炸弹人R的续作 延续了传统的炸弹对战玩法 保持了2017年初代作品的设定和游玩要素 同时加入了让玩家分为攻守两方 在城堡中互相争夺财宝的城堡模式 是一款欢乐的多人对战游戏 将登陆全平台2023年发售 勇者灯恶龙寻宝探险团 蓝色眼眸与天空魔环确定发售日 本作在去年亮相 这次确定将在今年12月5日发售 支持中文 同时还透露了更多玩法和游玩要素 本作是一款生活寻宝类RPG 玩家可以在广阔的游戏世界里自由冒险 游戏主打寻宝要素 玩家需要灵活运用DQ中怪物的能力来找寻宝藏 比如通过史莱姆条的更高 抓住哆啦奇在空中进行滑翔 在战斗中玩家也将辅助怪物一起对抗敌人 收获之星首次公开 本作是SE开发的全新作品 将在今年11月4日发售 登陆Switch和PC平台 支持中文 收获之星是一款生活模拟类角色扮演游戏 融合了龙根畜牧生活和奇幻冒险的RPG玩法 玩家生活的星球以30天作为一个季节 在这个星球中体验栽培收割容作物 制作料理 饲养家畜的慢节奏生活 同时玩家还可以与村庄里的村民交流培养感情 在冒险部分 能够探索各式各样的地下城 使用战斗技能打怪 收集素材 打造装备 哆啦A梦牧场物语自然王国与和乐家人首次公开 这是哆啦A梦牧场物语系列的最新作品 将在2022年内发售 登陆NS PS5和PC平台 语言未定 该系列除了拥有牧场物语的特色外 也具备自己的特点 比如活用哆啦A梦的各种道具 来体验牧场生活更有趣味 同时本作也带来了全新的故事 讲述了大雄来到了一个未知星球 帮助当地星球一位名叫莱特的少年实现梦想 大家一起建立经营农场 一起看星空 一起看烟火大会 体验温馨的生活 本作还支持两人联机游玩 一起打理农场 马里奥加风兔希望之星确定的发售日将在今年10月20日发售 本作是《马里奥与风兔》的第二款作品 加入了全新角色星可 在战斗中每位角色都可以使用星可的能力 星可会带来更加多变的战术策略 所以玩家灵活运用星可的能力可以让战斗更加得心应手 首发将包含三个版本 分别为标准版 黄金版和宇宙版 宇宙版是首发限量版本 黄金版包含了游戏计票更新内容 吃到人吃遍世界公开 本作是1999年老游戏的完全重制版本 登陆全平台 支持中文 将在今年8月25日发售 直面会中还公布了一款 法国独立游戏工作室开发的全新作品《白雪归图》 游戏的画面非常有特色 采用了黑白手绘的风格 开发者表示 使用这样的手法是为了让玩家更加沉浸在这个黑白世界中 游戏还采用了无文字的叙事方式 主要讲述了在一次暴风雪中 一只小狼和一头小鹿都与家人走散 两个小动物决定彼此合作 共同寻找家人 游戏的操作简单 小狼和小鹿也有各自的优势 需要玩家充分利用 这是一款很有趣很独特的游戏 除此之外 多款第三方游戏确定了发售日期 99的奇幻冒险群星之战重制版 确定9月1日登陆Switch 无人声空Switch版将在10月7日发售 《瘟疫传说安魂曲》 云游戏版将在10月18日登陆Switch 索尼克未知边境将在今年冬季发售 登陆全平台 之前在微软发布会上宣布的 《我的世界传奇》 也将在2023年登陆Switch平台 其他的还有一些小品类型的游戏 我们制成了表格 方便大家观看 总的来说 本次发布会较为重磅的消息 是《女神异文录》系列 和《尼尔人工生命》登陆Switch 为下半年的Switch游戏阵容助力不少 再加上老任的几款第一方大作 都将在下半年陆续发售 玩家下半年是肯定不会出现游戏荒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大家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